大家好,今天又打算和大家分享一個糕點 這個就是椰汁紅豆糕,上次做了麻豆菇之後,今次做了紅豆糕 成份和配方就和麻豆糕是一樣的 都是有170克的熟粉 250克的冰糖 豆那裡我就會用多一點的 這裡就有100克的紅豆,上次麻豆糕也是用80克的麻豆 為什麼呢?因為紅豆是比較重的 變成100克的分量和麻豆糕的佔空間比就差不多了 這次一樣是做兩個10寸盤 上次我講漏了10寸盤的定義的10寸盤是什麼 我是打斜量量度的 打斜量量度的10寸,不是打直 所以可能上次我講了這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引起大家的誤會 紅豆一樣,也是和我上次做麻豆糕的懶人法一樣 也是昨晚就開始用一個很暖壺 入滿滾水去浸了一晚 變成現在那個豆一定的軟度 但是是不夠的 現在我正在煲溫水 現在就要用滾水去煲到大概 現在的軟度我估計應該是半小時左右 煲到半小時左右再焗到半小時 效果就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不行到時候再加減 我在我的片段告訴大家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是有一個好處的 因為如果紅豆就這樣拿去煲 你要煲很久 你可能要煲一個小時至半小時 你才能煲得軟 但是你煲得軟的時候就不用了 因為它已經散開了 就不是一粒粒的 那就不好看的 你外做糕 用我這個懶人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已經軟了超過一半了 你再用滾水慢慢煮去半小時 它就不會像紅豆沙一樣散開了 仍然保持基本上圓粒的狀態 另外做紅豆糕就比較好看一點 好 待會我煮完紅豆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現在開始煮紅豆 大家看到已經是滾了 好了 煮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轉到中環火 保持著它滾 滾去半小時 然後關火就不要開蓋 焗去半小時 那到時呢 大家要自己去看看 豆的軟度 合不合適 如果你嫌它不夠軟的 可以再煲15分鐘再焗去半小時 那就不一定要跟我的單一做法 那待會我煮不到半小時 所以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我們繼續這個紅豆糕 那紅豆剛才呢 就煮了半小時 焗了半小時 時間是剛剛好 我沒有加多時間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那些紅豆呢 還是硬的 但是這一鍊就已經軟了 還有煮完之後呢 看到超過百分之九十幾 都仍然保持成一顆的狀態 那變成這個方法呢 去做紅豆糕我覺得是比較滑 那現在後面呢 就煮了一些糖 煮了一些糖 之後呢 然後我開了一份 那倒下去就完成了 那大家看到那個 份量呢 那我現在就分了去 有兩份 一份小的 一份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婆呢 就想吃個紅豆糕呢 就吃到好像出的甜品店 那樣 下面的紅豆糕上面呢 就有一層椰汁糕 那變成呢 我把那些粉啊 糖啊 還有那些椰奶呢 就抽了四分之一的份量出來 那就是一百毫升的椰奶啊 四十毫升左右的花奶啊 糖啊 粉一樣是抽四分之一的份量出來 那另外一間煮一個椰汁糕 就鋪在紅豆糕上面 那變成上層呢 就是白色 那下層呢 就是紅豆糕 那 那 那現在開始做 那 至於那個開粉那個 那個步驟呢 大家看回我馬豆糕那個 片就看到的了 那一定要過西慢慢去做的 就不要有 那些粉粒 粉糰在那裡 因為做出來就不漂亮的了 那這個過程我就不出片了 但是呢 免得大家看得到那個發炎了 那 那我開了粉漿 那些糖煮好之後 下鍋煮的時候 那時候再繼續 好 待會見 好了 那些糖水就已經 已經煮好了 那 那煮糖水的水呢 就是 剛才煮紅豆 和之前浸紅豆的那些水來的 那 那 變成保留它的紅色的特徵 那 變成你做出來四次紅豆糕的嘛 那這個時間呢 那我們一樣呢 保持這個最小火 然後再慢慢慢慢加這些粉漿下去 即一樣呢 攪著 那 那同時呢 剛才呢 就把那個 高盤 那我就已經掃了一層薄油在那裡了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很快已經是 變成一個糊狀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紅豆倒進去 繼續攪它 好 好了 現在攪到這樣 結的糊狀呢 就已經可以了 那 我們呢 就一開始慢慢慢慢 可以收火了 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再攪一會兒 先看一看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 顏色水漂亮一點 可以加一些 適用紅色素 但是我 不喜歡的 好 現在就完成了 那開始把鏡頭轉到後面 倒在高盤上 那我們呢 就開始倒在高盤上 大約一半 那就慢慢煮好了 掌炸了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盡所能 就製平一點 好好的 其實製平也不是太太問題的 一會兒 面部有一層椰子膏 蓋著它 很稀臭的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儘量 鋪平它 那現在呢 這裡就放了高盤了 那我們放涼 然後呢 洗了些 再煮一下椰汁糕 好,繼續 現在煮到椰汁糕的糖水已經溶掉了 這個份量就是我剛才說過 原先的份量的四分之一 全部抽出來 我們現在用來煮一份最小的火 再加這個粉漿 煮這個椰汁糕會加多一點東西 就是鹽 一粒椰汁加一點鹽 吃下去的味道會比較好吃 不用加太多的 但它是五分之一的適度可以 這樣攪拌 好,已經完成了 我們關火 先把鍵頭轉到後面再繼續 現在我們開始要倒這些椰汁糕 這樣也只是鼓鼓一下 其實呢,如果想做得好看一點 你可以先做個椰汁糕 然後再鋪個紅豆糕 那你反軟出霧的時候 那個釀子會比較看一點的 但是呢,你的時間就會用多了 因為你一定要把那個椰汁糕 就算硬了 然後再把紅豆糕倒進去 所以變成自家吃呢 就沒什麼所謂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出視頻呢 因為我出視頻呢 純粹是一個分享 並不是教你們怎麼做的 那變成就是 不會有什麼擺碟啊 賣相的了 就是純粹是一個味道口感而已 這個才是我出片的主要原因 所以變成如果想著是 要好看呢 或者要參考其他的頻道 但是如果你想說口感啊 甜度啊 因為甜度這些是 做了很多次 經過我老婆不斷去要求 而改出來的 所以變成你見到那個配方 其實是 都已經有很多次的修改 所以出來的 變成這個配方 就是純粹是我老婆喜歡吃的 嘴巴的配方來的啦 這個口感好吃 還有這個口感一定是好吃 好 那一會兒 也不是一會兒 可能今晚 冷藏了之後呢 才出帽子 然後給大家看看 好 這個分享大致上到現在 等今晚做結尾 拜拜 好啦 這些底糕就已經完成了 剛才底糕就急著開來吃 那這個底糕呢 明天老婆 會拿回去和同事一起吃 所以變成就 現在要很粗糙地做結尾 這個糕就很簡單的 如果大家 在家裡開派對那些 你做法呢 就把這個 椰汁糕先鋪在底裡 然後雪裡兩三個頭凝固了之後呢 然後才做那個紅豆糕 然後呢 反轉去出帽子的時候呢 你切就好看好多的 就不會像我現在這樣 有一點點 淡淡淡淡淡 做不到最好的效果 但是因為自己家裡吃 還有如果你是不需要做這個 椰汁糕在上面呢 也都很簡單 你把做椰汁糕的份量呢 和之前做紅豆糕那裡一起去混合 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全部都是紅豆糕 就不會 就不需要做這個椰汁糕 這麼多 這麼多 程序 簡單很多的 好 多謝大家欣賞